今天的知识小学堂 要带大家再度聚焦在皇室家族上面 我们先来看看全世界的皇室家族 有哪些高颜值的组合 好 先来看到 这是摩纳哥版的哈利与梅根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真的是金童玉女 男的帅女的美 那么这个女生呢 她也是出身意大利的名门世家 身高177当过model 另外呢 印度的拉西姆王子 娶了也是一位美国的model 那么她出身是来自于印度一个号称 全世界最有钱的皇室家族之一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菲利普六世 西班牙的王室哦 太太呢 其实是平民王后 以前呢 当过记者 那么跑过战地新闻 所以那时候呢 就是在某一次的采访场合 好 当时的菲利普六世 看到对方 这么独立自主的女强人形象 就一见倾心了 那么说到了挪威王子夫妻党 其实也是很有故事可聊哦 为什么说是现代版的灰姑娘呢 因为这位王后之前的出身比较不堪啦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她以前曾经在高中毕业之后呢 就到夜店去混 那混了一阵子之后 交了一个有毒瘾前科的男朋友 甚至未婚怀孕 所以一开始呢 其实皇室家族并不看好两个人 但后来呢 也是非常幸福美满 好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 阿拉伯界的戴妃 就是这一位了 约旦国王的妻子 因为呢 他跟戴妃一样 非常重视女权 而且也注重孩子的教育 好 但是呢 说了这么多 我们要再来看看的是 日本的皇室 其实日本的皇室呢 有一个机构 叫做宫内厅 宫内厅呢 就是负责掌管 皇室所有成员的 十一住行娱乐 包括他们的形象 都是归他们管哦 那么这个宫内厅里面 就有编制上千人 然后呢 也是皇室的侍从 但是你知道吗 要当日本的皇室 真的不容易啊 因为他们有 好多好多规矩哦 一一带大家来看 包括你会看到 日本皇室出现在 镜头前的时候 基本上 他们不会有什么 太新颖的造型 因为他们比较保守哦 宫内厅这些 长官们 官僚们 其实都比较传统 要求这些皇室呢 只能留笔直的长发 然后呢 不能染头发 再来之前 家子公主啊 曾经在学校里面 穿短裤露出手臂 也被骂得半死 还有牙子妃呢 曾经在订婚的场合上哦 只不过这个谈话的强度 比她的老公 得人亲王 得人天皇 现在是天皇了 讲了多二十八秒 没有想到就被骂耶 那再来呢 就是也管很大的是 皇家生死公布 也是由宫内厅来管 比方说哪个天皇过世啦 或者是哪个公主王子又出生啦 这个时间呢 都是要宫内厅说了算才可以发布 那我们就来看看 其实他们真的是活在大众的眼光下 所以连日本的皇室 公主要结婚 全民要祝福才行耶 否则就会危险 穿着平安时代的朝服 日本新天皇得人和皇后牙子登基后 首次前往皇军内宫中三殿 以鼓礼祭拜祖先 日本新天皇登基以来 皇室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国民关注 除了天皇得人 皇室文仁亲王一家 也是众人聚焦所在 其中大女儿真子公主 闹得沸沸扬扬的婚事 更再次被搬到台面讨论 肩并肩坐在一起 接受媒体询问 2017年9月 真子公主和小氏贵宣布订婚 本来去年要结婚 没想到小氏贵的母亲 却深陷金钱纠纷丑闻 宫内宫和文仁亲王夫妇 硬是介入顺言婚旗 就是要以拖待变 阻止两人结婚 而且宫内宫出售 还是语法有据 因为日本二战新宪法就规定 皇室成员结婚 必须要获得全民的祝福 但也有宫内宫的官员 和妹妹家子公主一样 认为应该尊重真子的强法 更觉得婚姻 本该基于两性双方同意的情况下进行 所以应该给予两人自由 女主角真子公主 还得独自面对媒体的质疑眼光 但男主角小氏贵 却早已远走高飞 因为日本皇室 疑似以资助留学美国的学费和生活费 当成分手条件 要小氏贵离开日本越远越好 希望借此拆散他们 但真子公主的婚约风波 也让日本国民再次体会 身在皇室的身部游记 除了天皇想退休 都要国会同意 就连公主也不能决定自己的婚事 三连新闻 欢迎订阅报导